為什麼我在想像那個道白的場景 明明就是天使第一六合 一切順順利利的 然後之後他就會說YES 可是我在講的過程當中又流汗 又把衣服弄失什麼 為什麼跟我想像中的都不一樣呢 姐妹好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今天的男女表示嗎 我是馬克 怎麼今天那麼MAN啊 我是瑪莉 今天的問題很MAN啊 今天今天的問題跟以往所有 我們在男女友是嗎 收到的問題 完全不一樣 我們以前大概 九成是感情吧 尤其是人際關係 跟工作職場 今天這個呢 他一開始就說了 今天我的問題 應該不符合貴節目的主旨啊 但還是希望問個解答 我身為足球愛好者 我非常重視基本動作 嗯 我不僅 時常練習在受傷前 假日都會跑去街場 踢野球 街場是什麼 就是 街頭籃球嘛 它是街頭足球這樣子 哦 會跟朋友一起練習 踢完之後 我都會反省 自己在場上犯了什麼樣的錯誤 同時也會反思啊 嗯 為什麼我在練習的時候 做得出來的動作 嗯 但我在場上 卻常常做不出來 或是做不好呢 嗯 很棒啊 我就是一個會自行的人嗎 哦 就跟歌手他去比賽 為什麼我這一家 我在練習都可以那些音 可以轉得很好 可以唱得到 為什麼正式比賽 我都唱不好 哎呦 為什麼呢 我在家裡面的簡報 我已經做得很好 可是最後呢 跟老闆提 或是跟客戶提的時候 卻還是被打槍 為什麼我在想像那個 道白的場景 明明就天使第一 就很一切順順利利的 然後之後他就會say yes 可是我在講的過程當中 又流汗 又把衣服弄是什麼 就 為什麼跟我想像中的都不一樣呢 你現在聽我們舉了 這麼多例子 覺得好 你應該自己有個答案了吧 什麼答案 那就是你練習不足啊 哦 對啊 所以我們才需要靠這個反省 就是一直讓自己變得越來越 往自己比想中的樣子賣進 對就是 我們在想的時候常常 一是吧 練習這件事情 就是我學會這件事情 想得太簡單了 但你的會可能只是在 非常非常粗淺的會 就真正的會呢 還有很多層在很上面 但其實你還沒有到熟練 你就已經覺得不會 嗯 那再來第二個是 我們把 實際上面的 場景想得 太理想化 嗯 就舉剛剛那個告白的例子 嗯 你中間其實會發生很多很多意外的事情 嗯 但我們都不會想 我們都會都會覺得說 這一路就是很順暢 我安排了 A B C D 就會照這個順序這樣走過去 嗯 很不可能啊 你在A的時候突然可能有人這樣跑過來 然後突然你可能忘死了 突然有了你要帶的東西沒帶等等 你不會知道人家對你他的跑位要怎麼跑 嗯 他突然要放什麼膠 嗯 他現在手上還有什麼東西 他裝了什麼東西 嗯 我也知道啊 如果你可以完全遇到到 那你就神啦 而且你也都準備好了 那你絕對就是做得出來 嗯 他問你就是為什麼我在場上做不到我想像中 對啊 今天問題結束了 下面還有一段啦 嗯 他說前陣子呢 他的胸口鼓低 醫生呢 說避免做激烈運動 他就乖乖聽話了 只是每次到球場呢 都只能跟朋友練習基本動作 在場下看 都只能看別人踢 傷愈復出這幾個字 不知道何時才能再度降臨 乾瞪眼也不知道要到何時 等待為什麼如此 枯燥乏味呢 嗯 好 剛剛這一小段啊 就是我們如果用這個文字去分析的話 就可以看出一點點 當然這只是我的猜測啊 好 他說呢 因為你受傷了嘛 受傷了之後 只是每次到球場 都 只能跟朋友練習 基本動作 所以基本動作的練習對你來說 是 只 嗯 就是只能做這件事情 然後基本動作感覺非常非常枯燥 那 其實就是回到那個 你覺得 這件事情很無聊很枯燥 然後我只能做這個 所以我就 嗯 但其實這就是最基本的東西啊 你要在場上練習跟發揮出來的東西 就是要狂練這個啊 嗯 Curry不是只是投進一顆三分球 他就 可以每一場投三分球 不可能的嘛 他有各式各樣不同的練習 然後去刺激你的神經元去連結 然後很多種不一樣練習 假設呢 伏地挺身我們可能都會做 可是你知道伏地挺身有超級多種的變化嗎 嗯 一個運動都有這麼多的細節 那你要想 足球在motion上面 在跑動上面 它有多少多少的細節是可以去練習的 可是你卻說 只能跟朋友練習基本動作 你真的有對一項基本動作 你有發展出非常非常多不一樣的練習技巧嗎 不知道為什麼他說等待難道 都是這麼枯燥乏味嗎 讓我想到前幾天你又聊到健身 我就看到那個筋肉媽媽的發文 嗯 筋肉媽媽她最近有時候 她會在寫她的心路歷程啊 因為筋肉媽媽就是一個健身健美的女性 然後她的老公就叫筋肉爸爸 然後一樣也是健身健美的男性 然後呢 可是前幾年筋肉爸爸又會中風 所以她的身體 她的神經連結就是受損了嘛 所以這幾年她就是要好好的復健 就也只能專心復健 因為其實她也有說 當你康復之後 尤其她是個職場 要讓她這個身體 你要完全的回歸到工作 其實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那我的先生部就好好的專心做復健 也不要想其他的事情 但是呢 沒想到這幾次 有一些學生 就是之前很欣賞筋肉爸爸 他的 也許是健身概念 他的教學 所以即使他現在的狀況 他沒有辦法像以前的健身家人這樣帶著 他們願意聽他用口頭的教學 就是你可以口述告訴我說 我該怎麼做 我該怎麼修正 然後他一樣覺得收穫滿滿 然後非常感謝 那同時經歷爸爸也很感謝說 這個時候竟然還有學員 願意是用這種方式來 聽我上課 然後就那是一個很 他也是在一個復健 他也是在一個等待的過程 可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會發生很多 你意想不到的事情 可是你就是好好的專注 持續做你現在做的事情 還有一樣受傷的時候呢 就以前在運動的時候 都會教練教練都會說 腳受傷 腳上練手啊 手受傷 手上練腳 手跟腳都受傷 練腦子啊 對啊就是練你的意念 練你的意識 練你的大曲觀 最後呢 他說期許自己可以趕快找到工作 然後回球場上 與隊友繼續奮鬥 就希望你可以好好的 增進自己的練習 然後呢 好好的在足球場上奔馳吧 如果呢你有任何問題 想要詢問我們這兩個 鄰家朋友的話 鄰家朋友 我也在下方留下你的問題 私訊我們小編囉 男女遊戲嗎 我們下週再見